今天咱们沈阳的天确实是有点冷 大家都在想家里的暖气要是能早点热就好了 别着急 昨天开始沈阳大部分的供暖公司已经开始供暖热运行了 咱们家里边会陆续的感受到热乎气 这里是沈阳惠天热电铁锡三公司的一处热源厂 我身后的这个建筑就是整个锅炉房的锅炉 在旁边的温度计上显示 现在的温度大约是45度左右 从观察口也可以看到 已经烧起了这里的第一炉火 这也预示着今年的沈阳供暖 试运行已经开始 咱们进行了大宿 管道也进行了改造 把去年的不热和漏水的地方 咱们都已经改造 都已经大宿了 现在你看了 各炉已经点钱了 四位都最赚钱了 基本拿到正常供暖的条件 据工作人员介绍 从10月21号开始 热源厂已经陆续进入试运行状态 供暖试运行主要是供暖前的准备阶段 让所有供热设备进行磨合和运转 由于热胀冷缩的作用 在试运行期间 管道的温度要一点点升高 使管线慢慢适应高温 达到开栓供暖的标准 一个是检查我们设备 再一个就是检查用户的这个 家里的这个暖气取暖设备 漏水啊 还有局部不热啊 还有就是有冰风的地方 咱们提前给运行的 就把那些风能排进 同时工作人员也提醒 供暖用户 近期要留意家中的暖气 如果没有热的迹象 或出现跑冒低漏等情况 要及时和所属的供暖公司 维修点联系 由专业人员进行操作 不要在家里自己修理 以免影响日后的正常供暖 第一时间 林瑶扬州报道 林瑶扬州报道